把這個三個一定要一律變成綠色的 這樣比較安全 不然的話你架網站架半天 駭客一下就把你的東西改掉 那就麻煩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可是你想說有什麼地方是被改變的呢 接下來請各位 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MySQL MySQL這邊有個Admin 也就是說我可以透過這邊 點這個實際上它會啟動什麼 啟動剛剛講的那個PHP MyAdmin的那一個 雲端管理的程式 OK 那這個時候基本上 如果你 我剛剛已經有登過 如果我說呢 我們把它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會怎麼樣 會跳出一個輸入帳號密碼的 可能是我這邊先把它全部關掉 可能因為我剛剛已經有登錄過了 那進來的話呢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會出現就是 請輸入帳使用者名稱 那LUT預設是LUT 然後密碼的話 因為我剛剛是用1234 所以按下執行之後的話 才可以進到裡面 當然它一刻如果它亂輸入 當然沒有辦法進到裡面 不過1234可能也太 太好拆了 所以有的時候呢 如果你想要避免掉那個錯誤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就是避免掉被拆到的可能性的話 你就選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密碼 不過我後面的程式呢 基本上都是用1234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 進到PHPMyAdmin的這個管理介面 那能夠做什麼 基本上進到裡面 各位注意一下 在我們的左手邊 就是資料庫放的位置 那如果說你要進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是直接點選 比如說我這邊已經有一個Library 這個Library是我剛剛加的 當然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也可以直接刪除 我今天先把它刪除好了 我教各位就是說 怎麼樣建一個資料庫 並且把資料放上去 那我們的資料 接下來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有一個資料 因為剛好 也許你將來呢 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然後老闆突然跟你講說 我給你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一般目前最多使用的 我想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那個Excel檔 比如說他突然給你一個Excel檔 那這個Excel檔是在雲端上202資料夾 特別是在202資料夾裡面 我們進到這個分享區裡面 等一下注意一下雲端白板 第二類這邊 的這個202 那如果你們老闆突然給你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什麼 一個Excel檔 因為現在一般最常用到的應該就Excel 那Excel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放到MySQL裡面去該怎麼做 我想這個一般很多書裡面都沒有談到的 這個因為我實際上用到的機會 非常大 所以順便跟各位講一下Excel的檔案 如何放到這個MySQL裡面 那第一個請你把這個下載下來 OK下載下來 那下載這個Excel檔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打開來 開啟它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個資料目前是在Excel了 它不是在MySQL裡面 可是我如果希望呢 能夠把這個資料呢 上載直接變成什麼 MySQL資料庫裡面的一個資料表 該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哦 因為MySQL它沒有支援 Excel檔案 可是呢 它有支援 現在最常用到的叫一個叫CSV CSV的一個格式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一個Excel檔 轉換成CSV 轉換成CSV 然後呢 再匯入到MySQL裡面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 請你下載這個book的 這個Excel檔之後的話 請你再把它怎麼樣 做另存新檔的動作 可以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時候 特別注意 它預設是Excel的活業簿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呢 CSV 那這個CSV的檔案格式 其實目前用到的機會非常的大 因為目前 一般比較通行的 就是說做資料交換 很多就是用CSV來交換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給你資料的話 有可能是給你Sale檔 或者直接乾脆給你什麼 給你CSV檔 OK 那我們把它放桌面上好了 放桌面上 那直接把它儲存 OK 因為已經有一個了 OK 按是之後的話 OK 好 那這個地方它會出現什麼 你 這個 它會跟你講說 CSV這個格式是什麼 逗點分隔 也就是實際上 它這個中間 將會幫你轉一個逗點 逗點 然後它這個格式呢 會有改變 什麼改變呢 就是如果你底下 有很多個工作表的話 CSV檔 它只會幫你匯出一個 第一個 其他的會幫你刪掉 OK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就變成說你要個別個別的轉換成CSV檔 OK 好 那這邊的話選擇4 好 那你在桌面上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CSV檔 這個CSV檔 那不過這個CSV檔要怎麼樣把它放到我們雲端上面的這個MySQL資料庫呢 這個就很重要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的工作上面都需要做到這個動作 但是一般書裡面都沒講到 OK 但是呢 你現在把它轉換之後 現在要匯出還有問題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請各位先在雲端上面找到這個檔 下載另存成CSV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 幫你MySQL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新增一個資料庫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預設 各位可以看到 他一開起來就有這些資料庫 這個是預設已經有了 所以你不能隨便亂砍 你砍掉可能這個環境就壞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 不要亂砍 這個預設本來就有了 那我們要新增的話 這邊有一個按新增 有沒有 在左上角有個新增按下去 那比如說我要新增一個資料庫 放我剛剛那個資料表 有沒有就是剛剛的CSV檔要放上來 那怎麼放 特別注意 這裡可以用建立新的資料庫 新的資料庫的名稱我叫Library 好了 L-I-B-R-A-R-Y 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建一個新的資料庫 那資料庫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做Library 第一個 新增 特別按新增 然後Library 第二個的話編碼方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不要選擇BIGFI 因為用BIGFI會有問題 因為以後乾脆就用UNI-Code 8 剛剛有講過有沒有 哪一個呢 請你往下拉 拉到UNI-Code 8的哪一個呢 有沒有看到 大概跨到下面 再拉回來一點點 或者你拉到最下面之後的話 第二個就是了 這一個 UNI-Code有沒有 UTF8 UNI-Code底線CS 就這一個 所以編碼方式請你要選正確 否則的話 你會看到的就是亂碼 OK Library 編碼方式按個什麼 建立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進到裡面 步驟 一 二 三 四 這樣就OK了 所以反正你就看這個圖 我將來這個反正影片 裡面都會有給你這樣 以後你以後工作 忘記沒關係 看個影片你就會了 不然這個有時候記也不好記 OK 像其實為什麼把影片錄下來 就是也是給自己看喔 因為有時候我忘記怎麼辦 我自己看一下我以前錄過的影片 我就會了喔 OK好 建立一下 這個時候會出現什麼 已建立資料庫的訊息有沒有 如果你出現這個表示正確 但是如果你本來已經有一個Library 你要把那個刪掉喔 不然的話會產生錯 這個時候呢 請你看一下 他會多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這個時候呢 再按一下喔 他會出現什麼 他會出現這樣狀況 為什麼 Can not create 有沒有 Database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存在了 所以如果說他本來已經存在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砍掉 那再來你練習怎麼砍掉 砍掉非常簡單 移到首頁對不對 然後呢 請你找到什麼 首頁裡面有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有沒有 1 2 3 再怎麼樣呢 刪除 有沒有以後如果你要新增 先就是從新增 如果你要刪除就 1 2 3 4 就是這樣步驟 就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練習啦 你會新增也可以刪除 那就再把它刪掉 刪完之後再建一個 反正我們主要是建一個啦 那刪除只是說呢 要讓各位知道說怎麼樣去 如果你以前有建立過錯的 你就再把它刪掉 然後再Li B R A R Y 然後編碼方式拉到最下面 第二個這個 按建立就可以了 那可是建立完之後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把資料 再放上去 接下來就記得喔 把Library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記得選擇什麼呢 選擇上方一個匯入 1 2 對不對 然後呢這邊不是有 請你提供給我什麼檔案 請你選擇什麼 瀏覽 然後呢 找到桌面上有個book book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檔對不對 所以有發 應該嘛 應該會有1 2 對 會錄然後再瀏覽 瀏覽的時候呢 再找到這個檔 OK好 那開啟它 開啟它之後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喔 底下它會自動偵測到是CSV 再來就是說喔 這個記得要打勾 檔案第一行就是欄位名稱 這個打勾 因為不然的話呢 它不會自動幫你加欄位名稱喔 欄位名稱就會變成你將來要再修改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不更改了 OK按確 按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會出現什麼呢 如果你是看到綠色的話 表示你是成功的 但是你看到紅色那就當然就失敗了喔 匯入成功了 OK 然後它在哪裡呢 Library底下 建了一個table1 table1的資料夾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過呢 你想說 匯入的東西會不會成功呢 點它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欸 有沒有發現什麼狀況呢 亂碼 亂碼 對有沒有 那你想說 哇 糟糕了 那為什麼是亂碼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也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喔 光這個地方就卡住很久了 為什麼呢 因為喔 我們eSale 我講過 eSale是微軟 它開發出來的 它幫我們存檔是存Big 5 所以你另存新檔的CSV檔也是Big 5 所以你變成怎麼樣 你要賄賂之前喔 記得一件事情 請你再多一個動作 這個檔它是Big 5 請你按右鍵 編輯 再來怎麼樣 另存新檔 這邊有個另存新檔對不對 請你改成什麼 下面 特別注意 關鍵在這裡 編碼 Ansi 不對 改成什麼 UTFBUB就好了 有沒有UTFBUB 有 改完之後有沒有 直接 改回是CSV 那這邊的話 再給它副檔名 點CSV 它問你要不要蓋過去 要 取代它 OK 取代掉 看一下 剛剛有開啟 再次喔 右鍵 編輯了 沒存到 再一次喔 CS UTF8 特別是關鍵在這裡喔 如果你不希望出現斷碼的話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都摸不著頭緒 奇怪為什麼我做對呀 為什麼都不行呢 那因為喔 我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那個 瀏覽這個地方有沒有 上載這個地方 可能喔 應該有把它 Hold得住啦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把它 另存新檔 成什麼 成UTF8之後 再傳 應該就不會是亂碼了喔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好不好 先學習怎麼樣建立 Library 然後再把它刪除 再來怎麼樣呢 利用 匯 匯路的方式 把這個檔放上去 不過放上去之前喔 要把它先另存成UTF8 然後 其他技的第一行是藍位名稱打勾 應該就可以成功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什麼呢 就是 我這邊的話 另存之後喔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按右鍵編輯 編輯的時候按右鍵編輯 CSV就可以被編輯 它是一個有豆點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中間的分隔 就變成用豆點分隔 那你在另存新檔的時候 呃 我乾脆喔 直接存另外一個檔案名稱算 我用所有檔 所有檔案 下面編碼方式呢 用UTF8 然後呢 我 剛剛那個名稱被hold得住喔 所以我換一個名稱好了 叫做底線 底線 底線UTF8好了 就是說 原來這個是BIGFI的 那我把它底線改成UTF8 存檔就可以了喔 那我這邊把它儲存一下 那把它取代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打開來喔 其實你在按右鍵編輯這個檔 它看起來也還是一樣 不過呢 它裡面的編碼方式喔 就確定是 有沒有你在 確定是UTF8了喔 所以如果你按 另存新檔這個時候呢 確定一定要是UTF8 就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再做一次喔 剛剛亂碼 然後呢 如果說 我不希望有亂碼的話 那一樣喔 再從什麼呢 這個 library 這個資料庫 匯入 匯入的這個地方一樣瀏覽嗎 找到桌面上面的這個UTF8喔 因為我剛剛有另外再存一個檔 就是book底線 YouTube8 按下開啟 按下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其他都不用設定 那部分要設定呢 記得喔 只有一個地方 瀏覽之後喔 這個一定要打勾 因為你如果這個地方沒打勾的話 你的欄位名稱喔 它不會出現喔 那你將來要再修改 很麻煩喔 記得這個地方把它打勾 然後呢 按下一個什麼 按下執行就好了 好瀏覽打勾執行 執行完畢之後呢 正常應該是綠色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會出現有個什麼 table2 有沒有1跟2嘛 1的話按下去 亂碼 2的話按下去會不會是正常的呢 看一下喔 欸有沒有看到正常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這裡面將來各位會遇到很大的網頁設計 就是說動態網頁設計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編碼方式 那如果說你將來看到亂碼很簡單 一律改成UTF8就對了 這樣的話呢 看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呢 除了有這兩種方式賄賂之外 其實喔 等一下會講第三種 一般喔 如果你是工程師的話 工程師對工程師 他會給你一個seql檔 這個seql檔喔 你就在那個這個library上方 除了用賄賂之外喔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seql的語法 賄賂資料庫 這個是一般人會用的啦 那這個是工程師對工程師 就是說如果今天工程師給你的話 他會是用什麼seql檔 不過這個seql檔喔 對大家來說應該是會比較困難 可是蠻值得學習的 因為如果你可以把seql語法學得通的話 至少在工作上喔 非常有用處 因為跟資料庫溝通一定會用seql 這樣的語言喔 他是一個資料庫的溝通語言喔 這裡的話想各位試試看喔 最後做出來一個是亂碼的 一個是不是亂碼的喔 畫面先換給各位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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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ь